最近这两年,郝宇轻生了两个孩子,一个是她和丈夫爱情的结晶,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如今正一压血雨,另一个则是她翻译出版事业里的孩子, 从2013年第一次翻译金雍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到正式出版该书英文版第一卷,耗费了她整整五年,而这个80后英国姑娘翻译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出版首月就加音到第七版《销售一场火爆》,郝宇轻翻译的《射雕英雄传》英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,直到2018年6月来北京参加第五届京交会故事驱动大会, 书已经出版四个月了,郝宇轻依然觉得有点抓狂,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,超过了我的想象,赞誉,争议,掌声,质疑混杂在一起,如《潮水帆涌向》这个金发碧眼的80后,让她对未来继续翻译金雍的作品,感觉既像极限挑战,又如《泰山压顶》,读金雍小说《像在解谜》, 回想起来,一切仿佛都是偶然,郝宇轻是混血儿,爸爸是英国人,妈妈是瑞典人,家族中没有人有华裔背景,2005年,在牛津大学读大三时,她偶然和朋友一起来中国旅游,人生似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, 刚开始一句中文都不会说,离开的时候,郝宇轻学会了两句话,我吃素喝多少钱,旅行中遇到的人,帮助过她的,对西方人好奇的,都让她印象深刻,回英国后,历史专业的郝宇轻迷上了学中文,并选择攻读牛津大学,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方向的说是,为学好中文,郝宇轻还分别在台湾师范大学,北京大学研读了一段时间, 在台湾,郝宇轻认识了自己此生最喜欢的人,是一位年轻导演,两人后来登记结婚,在北京,郝宇轻则得到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,郝宇轻代表了我最喜欢的一种颜色,不过后来,郝宇轻还是更喜欢别人叫她安娜,对汉语有更深的了解后,总觉得这个名字像是男人的,郝宇轻和丈夫,2009年,英国文学翻译中心举办, 了一个颜格林与翻译家尼基哈尔曼的研讨会,并为翻译中心招收第一批学员,郝宇轻报了名,凭借出色的中文功底脱颖而出,败在尼基哈尔曼门门下,哈尔曼是英国著名汉学家,已翻译了数十年中国文学,代表作是颜格林的金灵十三差, 他指导郝宇轻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,是爱你的山楂树之恋,这部小说最早是在海外华人圈最热的文学网站文学城上发表的,近25万字,郝宇轻翻译了整整一年,每天像个苦行僧似的,埋头书本中,很艰辛,但也苦中有甘,让我享受到了文学翻译的快乐, 有了这个起点,郝宇轻迅速进入到翻译出版界,当译者,也做版权推介,经他手走进西方的作品有一长串,作家各个有名,卖家,于华,徐之远,徐则臣,言歌,金庸之于金庸的小,说,还是他学中文,是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看的,虽然我研究的是当代文学,但对古文也非常感兴趣,唐宋是我最喜欢的历史时期, 金庸的小说半文半白,里面还有很多诗词,传统文化这些博大精深的东西,读起来就像在解谜,充满了乐趣,大家都来敲门,撞门,门就开了,金庸笔下,南宋临安金杭州的牛家村是一切开始的地方,郭,杨两家血液金变,一部射雕英雄传,从这里拉开大漠, 郭,郭 欧卿东笔翻译金庸,也始于杭州,2012年,丈夫到杭州创业,郭 欧卿也跟着前来,当她发现这里就是金庸笔下的临安城时,我觉得好神奇, 就像真的走入了金庸小说,来到南宋的首都,他已有空闲便在杭州各地逛,去西湖边看拳师打拳,去龙井村赏茶品名,古寺,古村,断壁残垣中,往日的刀光剑影,江湖豪情穿透岁月,仿佛依稀可见,小说里的情节总是在豪宇清脑海里闪过,把他们翻译出来的念头愈发强烈,一开始动笔, 他才知道自己是无知者无畏,原来翻译金庸那么难,好玉星并不是功夫你,比较起来喜欢文更胜过五,很长一段时间,他一直在和射雕英雄传较劲,随着人物打来打去,我自己也在矛盾纠结,自己跟自己打来打去,打到最后,让他认识了金庸,也找到了自己,金庸的语言可以理解成现代,文言文,新鲜又不识生动,对照这个, 我用的英语也得是类似的,不能过于老派,他的翻译策略很灵活,比如人民翻译,郭靖是完全的音译,但若是名字可以延伸,他也会尽量追求信,达,雅,坚韧刚毅, 意气忠诚的杨铁心,义为I am heart and 慷慨豪迈,有国优民的郭孝天义为Skyfrager,在射雕英雄传中,郝玉星最喜欢的人物是江南七怪,我觉得他们是有缺点的英雄,他们的字幅经常使自己陷入困境,但是他们非常有正义感,精心翻译了一些片段之后,郝玉星向英国出版圈,正式推荐金庸的射雕英雄传, 与翻译相比,这个过程更显艰难,因为出版社是会找出各种理由说不得,1994年,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,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,如朝鲜文、马来文、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,但翻译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,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、情感、生活、郝玉星之前,金庸的小说也有英文版, 但都是在香港出版,最早被翻译的是书建恩仇录,陆炳记,雪山飞狐,一者中不乏敏福德,霍克斯这样的汉学大家,但他们的翻译都很学院派,在读者眼中,学术研究的价值远远大于阅读价值,好与清深安出版社和版权代理人的心理,他皆是社雕英雄传汇笔,其他作品受欢迎的理由,南宋时期,中原被蒙古入侵, 西方也被蒙元征服过,这一历史背景能激发读者的兴趣,主人公郭靖从小在蒙古长大,和蒙古人有养育之恩,兄弟之义,但后来又要与入侵中原的蒙古人对抗, 这种感情纠结是无论东西方读者都会关注的,另外,于今用武侠作品,有类似之处的历史奇幻类作品,如今在西方也很受欢迎,他还用在西方有很大知名度的三体来打比方, 就像要用一部作品敲开一扇厚重的门,三体去西方敲开了科幻的大门,其后大家都来敲门,装门,然后门就开了,最终, 这些解释打动了英国麦克罗霍斯出版社,他们出版过瑞典小说,龙文深的女孩英文版,并封米世界,对出版外国系列畅销小说很有经验, 郝玉清和出版社负责人商谈时,当对方得知金庸是中国最畅销的作家,也肯定是在世的作家中最畅销的那位,并且其英文版权还是一片空白石,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同, 郝玉清佐与麦克罗霍斯出版社编辑英格斯,由,靠斥成修炼到更高境界,2018年2月,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卷,英雄诞生在英国出版, 首月极佳引到第七版,销售火爆,英国卫报上一位作家评论,我竟然到了50多岁才接触到金庸,如果更早读到,肯定能让我产生对中华历史,和文明的终生热爱,能让我去,正是这个广袤的确用, 又经常被误读的国家,在故事驱动大会上,郝玉清透露,第二卷的翻译工作基本完成,今后,会以每年一卷的速度推出12卷射雕三部曲,射雕英雄传,神雕侠侣,以天屠龙系各四卷,郝玉清在故事驱动大会上的照片,此外, 美国的一家出版社,已经高价购得英一本版权,将于2019年正式推出美国版,西班牙,德国,芬兰,巴西,葡萄牙等七个不同国家,也相继买下了版权,未来将出现更多语言版本的射雕英雄传, 如《如潮的好评》中,也有许多质疑,比如标题中把雕翻译为秃鹰,康德封面上把射雕英雄传,笔作中国的指环王,文中把黄蓉的英文名翻译成黄莲花,露得山所有这些,似乎都在触碰金庸粉丝的神经,对这些金庸迷的非议,郝玉清坦然接受,他说自己很清楚,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当成郭靖,就像他学习武功一样, 一开始也很笨拙,不是自然而然就学会了,必须套着他的赤诚,才能不断修炼到更高的境界,我也一样,我知道我必须努力,才能做好这个伟大的工作,身兼一者与版权代理人的双重身份,也让他在关注作家,作品的同时,看得更多,更深,为什么金庸作品都发表60年了,才有正式的英文版,对西方和中国来说, 以前都时机不对,改革开放40年,前期关注点都在经济,中西方只是最近十多年才在文化上加强了对话,即使是感兴趣的西方人,也没有能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,现在,情况不一样了,能流利说中文的西方人越来越多, 同时,互联网改变了一切,又热情又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读者,在全世界都能找到,中国的文学正在进入世界,以前所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,我很幸运是其中的参与者。 感谢观看